进入2020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最后五强的作品《妹妹》 片长8分钟 是现年30岁的导演 动画师宋思琦 在加州艺术学院时期的一部定格动画片 由2015年开始编写 同时利用小场景制作出来 直到2018年完成创作 他把一个个用棉花和绒布制作出来的毛公仔 放在场景内 在用相机去拍 故事讲述了中国在1980年至2015年实行一孩政策 探讨一孩政策对内地80、90后青年的影响 谈到妹妹的中式创作风格 宋思琦说 在小时候学过国画 特别喜欢国画黑白的感觉 而妹妹是关于童年的故事 所以想把小时候画画的感觉做出来 因此短片的色调是黑白加上一点红的材质 这样的话画面给我一种怀旧的感觉 宋思琦表明 当初制作这个故事 并不是为了拿奖 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一孩政策在几年前才终止 很值得制作短片纪念一下 能把它做完 已是很大的成果 奥斯卡对于我来说 是额外的奖励 乔报记者李清卫 1月14日洛杉矶报道